大家好欢迎回到艾兰聊特斯拉 这期视频呢主要给大家解析一下 特斯拉购买了价值15亿比特币背后的真正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以及它的长期影响 前几个原因和影响比较好理解 最后一个我看了周围一圈人 没有人把它说的非常对 所以我今天呢也试图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涉及到这个财务和税法 说实话现在好像还没有特别完整的一个规范 然后现在也是晚上十点半 我刚加完班 就是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提前给我点个赞 今天我是早上六点半一睁眼啊 就看到这个新闻到处铺天盖地都讲的是特斯拉购买的比特币 然后推特也是炸了锅 各种人各种转发说怎么怎么回事 都在议论这个事 原因呢就是今天特斯拉发布了他这个10k 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转发一部分的钱 现金转发到这些电子货币 虚拟货币或者是金条金的这个金字的这个etf 基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资产 甚至将来可能会逐渐的开始接受通过比特币作为一种这个支付渠道 来购买他们公司的产品就是包括买车呀买各种东西都可能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比特币呢也直接大涨了百分之十五到十八左右 我昨天的视频里刚提到比特币 然后今天然后我也买了一点啊 结果一睁眼还有点惊喜 说这个头一次踩踩踩踩那么多 所以买的不是很多 特斯拉手里有200亿的现金之前这个募集出来的对吧 然后他拿出15亿去买比特币 其实占他的现金仓位没有很多 只有占百分之七 如果你按照他整个的投资来说 那占的就更小了 所以说这个比重其实并不大 你要说他非常看好比特币吧 也不是那么理解 因为他可以完全可以把所有的现金都转换 他只转换了百分之七 就说明我觉得他只是说 ok我没有说非常看好比特币 但是我还是比较看好他的 就是更多的是一种 对现在他手里的这些现金的一种对冲 或者是说对现在整个货币体系的一种认知上的转变 然后现在也比较好诠释马斯克之前 发了那么些那么多这个狗狗币的推特 对吧 如果说他真的看好狗狗币 他就不会说买比特币了 直接买狗狗币就行了 对吧 现在呢你买了特斯拉 就相当于间接的也买了比特币一样 大家有没有想过 今天比特币涨了百分之十几 特斯拉的股价却没有涨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让体验这个比特币的增值 你完全可以在现在的价格买入特斯拉 理论上来说 你是可以赚到这部分的增值空间呢 这个是被没有被市场所消化的 刚才说了 这样做的理由呢 是短期来看 是对冲手里现金的这个贬值的风险 长期看呢 是对去中心化的推进 加上马斯克骨子里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由 随性的人 他本来就不喜欢这种有国界的东西 或现在的货币不就是吗 这种自由无国的东西也是非常符合他的性格的 所以在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再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市值这么大的标普500指数里面的大公司 他能做出这一步其实挺不容易的 可以说我觉得是一个实在的转折吧 后续呢我预测会看到更多的大公司 效仿他做同样的事情 像苹果手里拿这么多现金拿了这么多年 你说他他就留在手里 然后看着政府不断的印钱 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 其实他心里肯定也很着急 但不知道花在哪 特斯拉一月份投了15个亿 现在没几天的功夫已经赚出了5个多亿 这看谁谁不眼红 我觉得今天晚上肯定很多大公司都在商量这个事该怎么办 他们是不是也应该加入这一个狂欢或者是盛念 其实比特币这个东西弄明白的人不多 其实你也不需要弄太明白 最基本的逻辑就是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人买 说明他有问题 但是如果买的人越多 作为一种货币来说 他其实是价格越高越安全的 就跟这个货币如果用的人越多的话 他其实他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是更值得人们所信赖的 相反如果这个东西一直在跌一直在跌 价格值在几分钱 那他变成商品货币之间可以交流的媒介这个概念 的安全性就会小很多 包括特斯拉说我们将来可以说你通过比特币来买车 买我们的产品 这也更加的说明了这个东西 将来的运用的途径会越来越广 所以说这个很多人也说 哎呦 包括今天那个推特的 Gary Black 他也说他把特斯拉仓位都卖掉了 我是觉得有些东西你不能理解 但是你可以想一想它背后的意义 而不是说去因为不理解这个东西 而放弃这个东西 包括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这个看不懂怎么回事 其实不需要看太多 你只需要知道这个东西将来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就可以了 包括这些玩币的大佬通过玩币赚了钱 当他可以买特斯拉的时候 对吧这个也变相的就是增加了特斯拉汽车的销量 因为玩币的人就是早期玩币的人都赚了很多钱吗 这个肯定是一小部分 但是多少也会有这些影响 而且特斯拉说他们通过比特币收购 卖出去的产品这些比特币呢 没有准备马上就转换成现金 这个就有意思了 他拿在手里的多长时间可能会对将来有一些影响 比如说如果将来所有的收款方式都变成了比特币 或者说一大部分吗 不能说所有的 然后他手里的钱可以已经可以去 就是把他现在的这些支出所所弥补掉的话 他这部分比特币是不是越厚的越多在手里 然后按照这个比特币的逻辑的话 市场上的比特币的走量是有限的话 那是不是不流通的越来越多 流通的就越来越少 那也会导致这个价格不断的攀升 这个逻辑应该挺好理解的 包括当其他的更多的大公司在来效仿特斯拉一样 将更多账面上的钱来转换成比特币 这个趋势真的爆发起来是还是很恐怖的 我听过很多人讲怎么算 但是我只知道非常恐怖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特斯拉财报里马斯克说 他们的Dojo Computer这个计算能力非常强 是其他电脑算力的10倍以上 不知道会不会用这个Dojo来挖矿 因为挖矿本身是一个非常需要算力和需要能源的 特斯拉又有算力 然后能源方面又有优势 不知道这两个结合会不会产生出不同的化学反应呢 这个只能说是瞎猜 这个但是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我就把它列下来 下面讲一下风险 还有我开头提到的最后一个原因 我也是看到Meet Kevin讲了这个概念 但是他有一部分没讲对 这涉及到了会计和税法 因为我本人也是有会计专业的 虽然我都忘了差不多了 但是我今天也是特意咨询了我这个 几个斯拉的朋友 给了我一些好好的学 又重新学习了一番 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讲明白 这个比特币或者是说虚拟货币 他其实在这个会计的准则里 他算成的是无形资产 在这个ASC350这条准则里 他其实跟商誉还有其他的规定是一样的 我们会将数字资产计为无限期无形资产 数字资产最初按成本入账 随后成本会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上重新计量 我们将每季度进行一次这个评估和衡量 如果该数字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了期间 活跃交易所所报价的最低价格的供应价值 我们将在合并经营报表中确认减值损失 说人话就是我举个例子吧 特斯拉今天花了15亿 比如说3万块钱一个比特币 买了15亿的这个比特币 差不多就是5000个对吧 5000个他记在账本上算的是无限期的这个长寿的资产 假如你买入了比特币 价格跌了30% 就是从3万块钱一个跌到2万块钱一个 这这么个时候 他的150亿其实就变成了100亿 对吧跌了三分之一 现在虽然你没有把你手上的这些比特币卖出 但是这个时候你已经可以将这部分的亏损算进去 和你的这个net income净收益里面减除掉 他做在这什么也不干 比特币如果大跌 特斯拉的净收益是会减少的 所以说如果你哪一天看到比特币的价格大跌 然后呢 特斯拉的财报可能就会不是很好看 如果这个时候股价也因为这个原因大跌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买入的机会 因为理论上来说 比特币的跌和公司的基本面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 只不过从账面上来看把它归在了不同的类而已 下面一个重点就是当这个2万块钱一个的比特币 再涨回到3万块钱的时候 这一部分的增值是可以再算回这个净收益上的 也就是说之前亏损的那50亿 你在下一个季度如果涨回到3万块钱 你可以把这50亿再加到你的账面上 算成你这个季度的净收益 这也就导致了比特币的大起大落 可能不是可能是肯定会影响 特斯拉的这个每个季度的盈利和财报 这个就需要注意了 如果将来很多的公司都这样做的话 很可能大家就看不懂财报了 说怎么一个季度亏这么多钱 一个季度盈利这么多 如果说这个还是按照现在的计量准则来寄这个账的话 下面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好了如果比特币从这个3万 涨到3万以上就是超过的成本之上 这部分钱是怎么算呢 首先如果你没有卖就不会来征税 相反超过3万块钱 你成本这部分的增值呢 是不会算在你的净收益里的 就跟net income 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就没有关系了 相反呢它会被算在这个equity 就是这个权益里 你可以理解成如果比特币涨的比较凶 你公司的账面上其实没有太大变化 相反你的资产其实是在攀升的 是伴随着这个价值的上升 一起来增长你的权益 我觉得我讲的还是有点绕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因为在税法和会计这些领域呢 比特币这个内容设置的还不是很周全 之前呢有那个overstock那个公司 它也是有这些比特币的交易 然后我试图去理解了一下他们的财报 有点困难说实话 包括我这个做会计style的朋友也告诉我 每一个会计行对这个数字货币的解读 和税方面的对待都是不一样的 包括你说你收到的这一部分 比特币的收款买车卖车收的款 你是算做现金呢 还是算做什么就是其他的资产呢 你说说换算成现金吧 它波动又很大 它下一秒这个价上一秒另一个价 就你没法把它很好的变成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它又不能算做一个这个金融资产 因为它没有给你交换任何东西 表面上表面上你是买了比特币 但是其实你手里并没有拿出任何的 就连保险连一张纸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东西到时候会怎么办 我还挺期待是会有税法的改革 还是说整个财务这个AICP会有重新的计量方式 这个我觉得将来会非常有意思 最后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稳赚不亏的一步棋 首先呢你走在其他公司 其他人之前买入比特币 可以带动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 不管说是跟风 还是说就是有这个蝴蝶效应 你都可以享受这些后面的这些人 召集进入市场带来这个供需不平衡 带来的这个短期的价值上涨的红利 又可以对冲手里过多的现金 因为你说的二十二百多亿它建工厂 它一次也花完 那就放一点在这吧 要是其实这么也好理解 对吧 对冲了这部分资产的这个现金的贬值的风险 再一个呢就是一旦有需求呢 它也可以高位变现 比特币的流通性还是可以的 虽然不是说瞬间的但是按照整个的体验来说 它的交易还是可以就接受的交易时间 如果比特币跌了的话呢 你不需要卖出就可以降低你这个净收益 使得账面收益看起来不会很夸张 但是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基本面 所以说呢如果因这个原因股价大跌的话 可能是买入特斯拉的机会 再一个就是买入特斯拉 其实相间接于就是买入了比特币 如果你觉得比特币太高的话 对吧之前说特萨贵啊800块钱一股 对吧你不拆股前4000块钱一股 那现在比特币4万了 你要是纯说哪个便宜哪个贵 你更知道该买哪个了吧 还有我刚才说的不一定对啊 因为我不是一个cpa 我就是问问别人 自己又查了查资料 然后又总结了一下 给大家做了一些视频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给我点赞转发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有新的这个想法呢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们互相学习交流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